822日香港赶长赶瘦的巨乳组合MT2 与火辣无耻度的成人节目女主持Vena Lane 共同现身计算机展 一项以暴如服装出名的MT2 今日只是小秀那一级半球 两人自己都表示 今日穿得太保守 跟大豹在家里都不爱穿衣服 我们今天做了很好的防护 措施贴了乳贴 带了鹿巴 然后穿了巴 然后还有这么保守的衣服 什么也看得见 是 很保守今天 其实我不习惯了 我还是喜欢每穿衣服的样子多一点 穿小一点就好看一点了 是啊 二日前的香港杂志恰好报导出AD2不卖营价 更打出单飞双飞不同组合 今日的AD2强力否认 并说内地都有商业邀约 根本不需要卖营 那都是假的 是假的气死我了 什么一万五万三万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就看不懂 我什么什么想发誓 我没有做过 如果做的话 就变成Vienna那么丑 这挑衅也太明显了 而AD2不仅想香港最大胆的成人节目主持 Vienna令丑 Amy又送一个矮字给她 最后更表示Vienna的节目内容让两人作呕 有看过那个姓女吗 她太爆了 不是很高 她火车里 很矮 然后上次还弄一个倒的量子给我们 就是我会送她一张鞋子 高跟鞋给她 对 就高一点就漂亮了 对 也不漂亮 也要整容 看到这位性感主持节目 我们会不会想尝试一下 如果那么性感不行 她做的那些东西我们做不到 太恶心 而Vienna令更不甘示弱 造星宇节目上的大胆言行 已遭停牌静波 更传出不愿配合公司应酬而遭解约 警导AD2的赠言更是直呛AD2 两人丑就算了 外传两人双飞的包养价还这么低 双飞完合照时更在被体面圈上演骂战 双飞的我有留意 我觉得她太低了 低到很离谱 就是样衰不是有问题 有年轻 还有她都有身材的 为什么可以这么低 起码最少都10万 最少 双飞价 对不对 Vienna 你觉得自己值什么价 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值什么价 因为我未试过被人问价 如果我真的要的话 我希望那个人会包养我一生